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4月2日 拿玻璃主场迷走机 周一凌晨 一甲上演重头戏 届时AC米兰将做客马勒当拿球场挑战拿玻璃 拿玻璃经济一甲表现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他们目前手握接近20分的优势 经济涌夺一甲桂冠只是时间问题 反观AC米兰早已未免无望 加上近期状态奇差 拿玻璃是一主场称雄问题不大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拿玻璃近期状态十分出色 近11轮联赛赢足10场之多 当中除开0比1西败拉速之外 每场都至少有两球进账 而且球队11战当中有8场均能零封对手 防守方面堪称固若金汤 拿玻璃战败27轮 一甲已经领先排名次席的拉速19分之多 冠军之争几乎失去悬念 不过从他们近期整体演出而言 再随后联赛也绝对不会应付了事 事关他们上一次一甲登顶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事情 距今已经太过遥远 拿玻璃经济联赛场均能够攻入2.37球 入球能力不仅冠决一甲 就算放眼欧洲五大联赛也属顶尖之列 尽管前锋玉陀奥森汉金杖因伤缺阵 但是拿玻璃封线上仍有机遇查基华拉基利亚作证 要知道此子近七轮联赛有无偿取得入球 近期状态火热 他目前手握12球排名一甲神射手榜前列 肯定也会成为AC后防线的心腹大患 况且拿玻璃经济联赛主场战绩也是极为标柄 其近11轮主场赢下了10场 至今胜率高达84.62% 在一甲范围内同样无人能及 事宜面对近期一胜难求的AC 拿玻璃剑指三分 AC经济联赛防守能力与上季有着明显的差距 他们经济战败27轮场均失掉1.33球 只此一项就已经要排在一甲前十以外 进攻方面 AC表现尚可 其中奥利维亚基奥特和拉菲尔利亚奥 依然是AC封线上的入球保证 他们联赛至今各有8球进账 不过二人的主客场总入球比位12比4 也算是球队经济主客场表现的一个缩影 AC近五轮联赛做客输足4场 期间唯一取得胜利的一场 也只是在升班马蒙沙身上所获 至于球队联赛至今做客 也只有5胜4和5负的较为平庸的战绩 与拿玻璃出色的主场演出相比反差极大 此战还未开打 AC已经在气势上先输几分 值得一提的是 AC与拿玻璃在今届欧贯联同样杀入至半准决赛阶段 而且两队还会在本月中狭路相逢 AC与其在毫无争冠希望的一甲上和对方全力厮杀 还不如流利应付即将到来的欧贯联半准决赛首回合主场作战未妙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